首先来看到近几个月来 日本企业对美国钢铁巨头的收购备案 受到了外界的关注 当地时间14号 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声明 公开反对这一交易 那就有日媒就表示质疑 美国政府一边挥舞着日美合作的旗帜 一边反对究竟算怎么一回事 美国总统拜登3月14号公开反对 日本制铁公司收购美国钢铁公司的计划 他在声明中表示 应该让美国保有强大的钢铁公司 并依靠美国的钢铁工人运作 一个多世纪以来 美铁一直是一家标志性的美国钢铁企业 让它继续是一家美国的钢铁企业 由美国人持有这至关重要 美国钢铁公司成立于1901年 总部位于宾夕法尼亚州匹茨堡市 曾为美国的桥梁建筑 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海军舰队提供钢铁 在美国二十世纪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不可或缺 但近年来 美国钢铁公司的钢铁产量和股票市值 都远远落后于其他美国钢铁公司 如今全球产量排名降至第27位 而此次交易的收购方 日本制铁公司则是全球最大的钢铁制造商之一 粗钢产量全球排名第四 2023年12月 日本制铁宣布与美国钢铁达成协议 将以每股55美元的价格 斥资141亿美元现金收购美国钢铁 两家企业合体后 将成为全球产量第三大的钢铁制造商 日本制铁表示 其先进生产技术将改善美国钢铁运营状况 同时承诺保持美国钢铁的名称和品牌不变 保留匹兹堡总部和生产设施 使其产品能继续在美国生产 还将引入新资源来促进就业增长 不过这一收购案在美国引发巨大争议 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对此表示强烈反对 这笔收购案也引发了 美国两党的强烈反对 有三名共和党籍参议员 联名致信美国财政部长耶伦 要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对这笔交易展开审查 同时也有民主党籍参议员 发誓要阻止这笔收购案 针对拜登的表态 日本制铁15号在其官网上发表声明称 该公司决心坚持到底完成这笔交易 这家公司还表示收购案为美国钢铁公司 工会工人更广泛的美国钢铁行业和美国国家安全 带来了明显的利益 共同社指出 美国总统没有直接干预这种私营领域交易的权利 拜登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完成审查前声明反对 这种行为极为罕见 日本NHK分析 由于民主党的关键票仓 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对收购计划表示反对 拜登此举意在争取工人选民对其竞选连任的支持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林芳正表示 不会对个别企业的经营行为发表评论 日美将继续在经济安全保障领域开展合作 日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是美国强大的工会组织之一 在美国大约有70万会员 美国钢铁公司在两大铁锈区州 宾夕法尼亚州和密歇根州都设有工厂 那里也是大选中的关键摇摆州 当地时间14号 拜登还给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主管戴维·麦考尔打电话 重申对这一工会组织成员的支持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计划在今年4月10号访问华盛顿 路透社称拜登对美铁收购案的反对可能会给这次会面蒙上阴影 而岸田磁房有意加强日美之间的长期安全联盟 日本共同社15号发文称拜登14号的声明既没有反对也没有阻止等措辞 即便如此 这也充分展现了拜登向美国工会按送丘波的姿态 美国政府挥舞的日美合作旗帜究竟算是怎么回事 共同社云以内部人士的话称 类似的埋怨在日本政府内部不绝于耳 目前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正在对这一收购案进行审查 美媒认为该委员会由财政部长领导 应该在不考虑政治的情况下做出决定 在拜登14号发表声明后 美国商会国际事务主管约翰·莫菲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对这一交易的审查试图将目标政治化 是不合适的 只会适得其反 日本在美国的投资支持了近100万个就业岗位 官员们必须小心 不要向跨国公司 发出令人不寒而栗的信号 美国商界人士指出 拜登这一政治化操弄 将阻碍外国对美投资和美国对外投资 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说 美国的保护主义倾向 已经让欧洲盟友感到失望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米雷亚·索利斯14号担心 拜登此举还将阻碍美日经济合作 当我们宣传有案外包时 谁还会相信我们 对于日本质铁公司的这个并购案 联邦这个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 已经明确表态说将进行所谓审查 在这种情况下 作为总统的拜登 并没有选择基于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的 相关审查结果再做出决定 而是完全绕开相关程序 直接做出反对的竞选政治的表态 这显然是将原本有制度程序可循 或者需要尊重市场规律的这个贸易问题 彻底政治化 彻底武器化 甚至是彻底的这个选举工具化 这种做法长期而言 不但会持续侵蚀着美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也会持续的极大的损害美国自身的发展能力和竞争力 好 来关注巴以局势 看到15号以色列总理批准了 以军进入到加沙南部城市拉法作战的计划 现在居住在拉法的150万加沙平民将何去何从 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担忧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3月15号 在以色列战时内阁会议后发表声明说 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批准了 以军进入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拉法作战的计划 声明说 内塔尼亚胡称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 最新提出的关于释放其扣押的乙方人员 以换取乙方释放巴勒斯坦关押者的停火提议 仍然狂溜 乙方拒绝这一提议 但将派遣代表前往卡卡尔继续推进停火谈判 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 乙军在加沙地带由北向南发动地面攻势 加沙地带北卫星图像显示 随着时间的推移 整个加沙地带北部的建筑物都遭到了破坏 大批加沙人沿着萨拉赫丁公路向南部逃离 很多人逃到了汉尤尼斯 巴勒斯坦总统府15号发表声明 呼吁国际社会迅速干预并承担起责任 防止以色列对拉法危险的侵略 埃及总统塞西15号发出警告 以色列入侵拉法将造成严重后果 他呼吁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 允许救援物资进入加沙地带 以结束饥荒和对当地民众的影响 此前 乙军发言人哈加里在谈及拉法行动安排时透露 需将拉法城中大量的平民转移至由乙方和国际社会 共同建造的一座人道主义岛屿 以色列外交部长卡茨称 将在加沙地带附近的地中海水域修建一座人造岛 用以收容巴勒斯坦人 不过 这一设想遭到欧盟方面的批评 美国媒体指出 美国政府也对以色列能否妥善安置平民持怀疑态度 美国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 公开批评内塔尼亚胡迷失了方向 将自己的政治生命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 他呼吁以色列提前举行大选 选出一个新政府 美国总统拜登警告 以军攻入拉法将踩踏红线 分析人士指出 尽管美国府院高层频频释放对内塔尼亚胡政府的强硬言论 但是 鉴于美方至今仍未触碰向以色列施压的最有效手段 切断或减少军事援助 可以判定美方在巴以问题上拉偏价政策 并未发生实质性的调整 美国这一条红线实际上是虚线 它不是实现 美国并不是真的反对以色列打拉法 而是对以色列打拉法的时间和方式有不同的意见 从时间上来说 美国认为以色列应该尽一切可能 同哈马斯继续谈判 来争取达成临时停火协议 然后再考虑打拉法 在打拉法的方式上 美国现在要求以色列先对拉法的难民进行疏伤 然后对拉法进行定点清楚的小规模的形式的作战方式 那么美国要真的想约束以色列 它手里面是有牌的 它可以在政治上要求以色列彻底立刻持久的停火 也就是说结束战争 那么在军事上 美国可以停止对以色列的武器的供应 所以美国如果是下了决心 它是有能力迫使以色列做出一定的让步的 15号再有约200吨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船只 抵达加沙海岸 这是首艘通过塞浦路斯 至加沙地带海上走廊 向加沙运输救援物资的船只 美联社称 目前以色列正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 要求它允许更多的援助物资进入加沙 此前美国与其他国家一起向加沙北部 被封锁了地区空投物资 并决定建造一个码头 接收提供给加沙的援助物资 但慈善组织表示 空投和海运的效率太低 他们呼吁以色列 开辟供运输补给物资的卡车车队 通行的安全走廊 这里有几千人 他们有20万人投送了20款物资 我来这里是为了给我的孩子们拿一罐豆子 一包意大利面和一公斤大米 当我空手而归 连日来加沙地带食物短缺问题日益严重 拉法的流离失所者 正在经历着与网年都不一样的战狱 每周年人都不愿意 每周年人都不愿意 但是这周年人都不愿意 30万人 现在我已经20年了 不断了 但我没有到处买到处买了 还有人表示 常常还没等排到自己 食物就被一抢而空了 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说 乌克兰军队近日多次试图进攻 俄罗斯本土军委取得成功 护军试图通过袭击扰乱俄总统的选举投票 俄罗斯总统选举投票从3月15号起正式开始 据俄媒报道当天 靠近俄乌边境的比尔格罗德州 遭到多起导弹攻击和炮击 第一轮爆炸声于早上8点15分 在城市上攻响起 当地居民表示 最近一周乌军加大了对比尔格罗德的袭击频次 当地时间16号 比尔格罗德市再次遭到乌军的炮击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发布通告称 俄军防空系统在比尔格罗德州上空 拦截了8枚RM70吸血鬼火箭弹 击落和拦截三架无人机 一枚原点U战术导弹和一枚火箭弹 此外 在库尔斯克州上空 也击落和拦截了5架无人机 当天 俄罗斯萨马拉州州长通报称 该州两家炼油厂遭到乌克兰无人机攻击 并发生火灾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表通报说 12号至14号 俄武装部队同俄联邦安全局边防部门 一同挫败了乌武装人员 突入俄比尔格罗德州和库尔斯克州领土的行动 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以视频形式 与俄安全会议成员举行会议时说 从12号至今 乌方主要利用特种部队 外国雇佣兵和乌军支援部队 多次试图进入俄领土 制造了多起破坏和恐怖袭击事件 普京说 乌军为此动用了超过2500人 35辆坦克和40辆装甲车 但未取得成功 且因此损失了60%的人员 和超过50%的装甲装备 乌军上述行动从军事角度看毫无意义 从人道角度看则是犯罪行为 其目的是扰乱俄总统选举投票进程 对于乌克兰接壤地区的俄平民进行恐吓 2024年俄罗斯总统选举正式投票 于15至17号举行 据俄总统网站消息 普京15号以在线形式参与了总统选举投票 还看到15至16号 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 在金门附近的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 维护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中国育民 合法政党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此次执法巡查加大了力量投入 扩大了巡查范围 通过搜索救援 识别查证 警戒护语 喊话警告等措施 维护海区作业安全 我是中国海警 请通报你船 出发港 目的港和来自海域的目的 巡查期间 福建海警采取灵活多样的航行方式 突出重点区域 强化了海域作业秩序监管 确保执法巡查全覆盖 构筑了守护包括台湾在内 中国渔民海上作业的安全网 来看近一周以来 号称印度硅谷的卡纳塔克邦 班加罗尔市面临着严重的缺水危机 目前班加罗尔已宣布 全市进入干旱状态 没有水 这似乎成了班加罗尔一些干旱地区供水点的常态 而在班加罗尔一千多万人口中 依赖地下水生活的人口 占了至少百分之二十 由于目前该地区大部分水井接近枯竭 人们没有地下水可用 在班加罗尔 水灌车成了成千上万民众 获取水的唯一来源 为了节约用水 班加罗尔一些餐厅开始使用一次性纸盘和纸杯 部分学校因无法向学生供水而停课 卡纳塔克邦政府表示 当地出现缺水危机是由于面临三四十年一遇的干旱 但相关专家认为缺水更多是人为原因造成的 以班加罗尔为例 2011年该市的人口为960万 而目前已达到1400万 人口的快速扩张城市化的加速推进 导致班加罗尔生态环境恶化 湖泊数量急剧减少 新加坡海峡时报14号报道称 班加罗尔缺水为拥挤的印度城市拉响警报 在快速城市化的印度 48%的城市供水依赖地下水 过度开采地下水则导致水位下降 含水层遭到破坏 此外 根据印度政府此前的一份报告 该国每年约有20万人因无法获得清洁的水而死亡 6亿人面临着严重的用水压力 好 更多内容 我们再来看一组素揽 近日 俄罗斯莫斯科动物园 上传了驴鹅大熊猫宝宝卡丘莎的新视频 并配闻有谁被拖去洗澡了 视频中 妈妈丁丁试图把圆滚滚的卡丘莎 拖到水池边洗澡 尽管卡丘莎的两只前爪已经触碰到了水 但它又马上爬了上来 企图从妈妈的眼皮下溜走 模样十分可爱 据日媒15号报道 北海道一座无人小岛近日被1000多头北海狮占领 密密麻麻组团的晒太阳 罕见场面令游客惊叹 北海狮被日本环境省列为近危物种 每年10月至4年6月 都会从俄罗斯远东地区来到北海道沿岸寻找食物 而这座小岛附近食物丰富且容易登岸 春季北海市数量最多时曾达到6000头 新加坡热门旅游景点 境内缆车迎来50周年庆 从3月20号起 七个崭新的新一代车厢天眼 将和现有车厢一起提供服务 载着游人来往于花柏山站和盛陶沙站 和传统车厢相比 天眼是全球首款以镀铬处理的球形缆车车厢 车厢前后还会亮起一圈圆环灯光 充满未来科技感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泰国传统节日泼水节 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后 泰国政府决定将2024年的泼水节公共假期 从三天延长至五天 即从4月12号到16号 泰国旅游局预计 这可以吸引将近500万人次的国内外游客 创造244亿泰铢 约合49亿元人民币的收入 此外 北防止每年都会发生的酒驾事故 当局决定 今年泼水节期间 庆祝场所全面进酒 随着AI技术的发展 在工厂的安全管理预防事故方面 AI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在韩国这座工厂车间 AI会在工人违反工作规定时发出报警 并自动停止运转 进行危险作业时 只有当AI确认工人挂好保险绳之后 操作间的门才能被打开 此外 还有防止插车撞人的AI识别系统 以及在发生碰撞时自动弹开的安全气囊背心等